神情专注用打磨机对着木头椅进行磨平 黑头小型砖孔一分一毫都不敢偏移 除了这关系到椅子组装的成败和品质 更重要的是这是未来行政院接待外宾的家具 知道自己的作品将送到政府机关 让这群在花莲域里长大的孩子们工作起来更是卖力 因为这个机会对他们来说得来不易 原来去年在花莲文创园区展览 恰巧碰上前行的院长陈建仁参观 发现家具的材料都来自花莲本土的相思木舌纹石 与联合国大会讲台指定使用的食材相同 加上获得2024德国IF设计奖的殊荣 让陈建仁决定用实际行动帮助偏乡 跟工作室订了50张首服椅和25张茶几 成了外宾认识台湾的重要媒介 这些孩子非常的争气 然后也非常的会珍惜这样一个得来不易的一个机会 他们在学习上可能非常的辛苦 可是他们能够耐得住在工厂里面 比如说那种高噪音高粉尘高危险 那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他也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 严谦证明老师王嘉纳过去曾在玉东国中服务 在学校开办木工班到处带着学生参展 希望从中累积孩子们的成就感 直到身边致力于偏乡教育的精神伙伴 相近离世 让王嘉纳决定提早退休 创立木工人才培育协会 希望用实验教育翻转偏乡部落学生的命运 几年过过去 我连帮一个孩子回家工作的能力都没有 我们干脆就在部落地区成立一个木工的产业 把这些孩子留下来 好好培育他们 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有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可以真正的去改变这些孩子的未来 用时间换空间 让我们有稳定的薪资 然后又可以留在老师旁边学技术 王嘉纳的出现让偏乡部落的孩子职业 不再只有军警 护理师的选择 而是能透过家具的技术 走向国际体 台湾正光 明日收入张文博 花莲报道